來 給您開車上路的標系列 學成五的曲線進退 是常考八個項目中最難的一關 汽車要轉入S型內 還要倒退者出來 不覺令人望而生畏 懼怕三分 來 提供給您獨特的要訣 前進兩句話 倒退也記住兩句話就好 當汽車對準了S型彎道的路口處 準備開始直直進入了 車頭左側旗桿記號 對到彎道的右邊線後 左轉一圈半 然後就沿著線走 沿著線走 到了彎道的左邊線後 回正 沿著線走 沿著線走 到了彎道的左邊線後 回正 接著直直緩緩前進 停 車頭右側旗桿記號 對到彎道的左邊線後 右轉一圈半 一樣 沿著線走出來 沿著線走 一直 到右側前門把手 對到 出口線後 停 前進S型完成了 後退S型時注意看左照鏡 一直倒退當看到一線空隙時方向盤回正 然後左側前門把手過了彎處左轉一圈半 注意車體兩側在出口處白線形成等距後方向盤回正 請看工程生退S型彎道完成項目 請注意前進S型的兩句話 左記號對到線左轉一圈半 沿著線走 沿著線走 然後對到線回正 第二句又記號對到線 又轉一圈半 沿著線走 沿著線走出來 然後對到出口線 停 再請注意 倒退S型的兩句話 從左照鏡看 一線空隙後方向盤回正 第二句 汽車前門把手過彎處後方向盤左轉一圈半 汽車便彎過來了 學過的同學們都說 安啊!讚喔! 曾有學員不解問說 為何還要考S型進退呀 很難捏 其實簡單來講 S型彎道乃屬不規則轉彎 當汽車在不規則路段中前進或後退時 駕駛者當因地置疑 適時操作方向盤 對應並順著前方彎道路段來前進或後退 被人養成適應彎道的應變操作技巧 對應當兵線 針對應用